2023年,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史上最惨的一年 房企暴雷,房价大跌,成交萎缩,信心全无 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跌回了7年前 表面上说是软着陆,实际上却是贴脸着地 这一年里,全国绝大部分的城市,能放松的,全都放松 能刺激的,也接近所能的刺激 如今只剩一线城市,成了全国楼市最后的希望 特别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 自2016年,中央提出房住不炒,2017年出台史上最严调控以后 北京的楼市调控,几乎就没有松过口 直到现在依然执行着,全国最严格的限购政策 而到了12月14日,这个最核心的城市,终于宣布开始松绑 一直悬着的靴子算是落了地 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也宣布了同样的措施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城市松绑政策的具体细则 首先是北京,首套房首付比例,统一降至30%,之前是35% 二套房首付比例,最低为40%,之前是60%至80% 首套房房贷利率,也从之前的4.75%下调到最低4.2% 普通住宅的认定标准,也进行了调整 市场预估,可被认定为普宅的商品房,将从三成提高到七成 同时,贷款最长年限,也从25年恢复至30年 有媒体测算,以一套北京城六区外,总价800万元的二套非普宅为例 原先的首付比例为八成,需要640万元 而新政后的首付比例为四成,需要320万 上车成本,大幅降低 而新的利率下调后,像北京这种动辄几百万房贷的地方 月供相比之前,也能少个两三千元 然后是上海,跟北京一样,调整了普宅认定标准 这一步会关联到首付比例,以及税收优惠政策 等于变相降低了买卖门槛 同样,还有降首付降利率 全市首套首付,从35%降至30% 利率从4.55%降到4.1% 其中,二套降幅最大,且越是周边区域降幅越多 可以看到,金户这一轮松绑政策,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 总结起来就三点 降首付降利率,降低普宅认定标准 减少二手房的交易成本 这些政策,在今年上半年,很多二线城市都已经玩过一遍了 最大的效果,就是几乎没有效果 市场短暂的热度之后,又迅速遇冷 甚至一些城市,连短暂的热度都没有 而现在,这些政策蔓延到了一线城市 也侧面说明,一线楼市也已经坚持不住了 那么金户的这次松绑,将会有多大的效果 首先,短期成交量,肯定会有明显上升 以深圳为例,11月22日,将二套首付,取消豪宅价格限后 单周网签成交量,上升过千套 过户量从11月开始,也在稳步复苏 11月,全市二手房录得成交4305套 环比增加15.8%,同比大幅增加61.7% 所以预计,金户也会如此,成交量能够拖住 但关键在于持续性 如果从之前的政策来看,恐怕持续性不会那么好 大家应该还能记得,前两个月北京执行了,认房不认带 当时北京立马就有了反应,但药效也就维持了两个月 9月份北京新房成交5891套,迎来阶段高点 10月份5177套,11月4409套,基本上就是一路下滑的态势 特别这个月,北京各大楼盘,简直就是一潭死水 新房不用验资,也不用限制付款周期 还开出了折扣惊人的特价房 开发商就差跪着求购房者来看房了 上海的情况也相似 9月份的认房不认带推动一波成交后,市场后续乏力 11月份,上海新房成交5300套 虽然环比增长4%,但同比下降了44% 从成交均价看,11月上海新房套均总价还下降了12% 所以,一线楼市的这波松榜,所造成的销量上涨 很可能连三个月都持续不了 悲观点也就两个月,到春节就会结束 乐观点也就能持续到明年的小阳春 第二个效果是,挂牌量也会明显增多 深圳政策出来后,成交量上升的同时 挂牌量也在上升 这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形 说明如今卖方的心态,发生了严重变化 很多业主对房子的态度是,只要能卖,就赶快脱手 三是,价格依然还会下降 11月份,深圳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38% 同比下跌2.25%,市场依然还在底部挣扎 松榜政策能换来的是销量,而不是房价 总之,这三个特征,在今护身不会有区别 唯有程度强弱而已 所以,一线城市虽然是风向标 但市场环境放在这 现在楼市没有销量,不是缺政策 而是买方的心态,也发生了严重变化 很多买家,对首付和利率,远不及对房价的关注 对于刚需来说,接不起盘房价太高 对于改善群体来说,手里面的房子没人接盘,置换不了 再加上收入预期不稳,只能被迫延长置换周期 对于炒房投资人群而言,现在的楼市,更是毒药 上一波盲目上车的人,被套死在山顶,都快疯干了 总结就是,房地产的整体交易链条阻塞,没办法形成流动循环 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房价太高 再加上,居民收入预期不稳所导致的 而且,目前的房贷利率降到现在,也根本没什么吸引力 纵向看,如今的房贷利率,确实已是史上最低 但横向看,房贷依然是最昂贵的贷款品种 按道理来说,住房按揭贷款,是商业银行最优质的资产之一 也是不少银行零售业务的重要资产 但现在这个最优质的贷款品种,竟然还在收取,相对最高的利率 无论是消费贷,还是金银贷,利率都低于房贷 更关键在于,人们普遍倾向于,少负债甚至不负债 但是降手负降利率这些政策动作,却是让他们多负债 可以说是,完全的南辕北辙 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谁也别想着,金户出个政策,楼市就能来个微型反转 完全没有可能的事,而且,金户楼市的松绑,将对周边甚至全国楼市,都会形成红锡效应 所以其他大部分城市,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惨 另外再说两件事 12月15日上午,央行发布公开市场交易公告,主要宣布了两点 第一,政策利率维持不变 第二,向市场进投放8000亿资金 从公告可以看到,央行本次发起的中期借贷便利的总额,是1.45万亿 而今天到期,6500亿 由此可以计算出,央行实现进投放8000亿元 但月进投放8000亿,不仅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 也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上月进投放6000亿,这个月进投放8000亿 而上一次全面降准释放的资金,也不过5000多亿 所以,本月的尽头放量,理论上相当于,此前1.5次降准 当然,降准释放的资金,是没有期限的 而中期借贷便利的资金,有一年的限期 但从短期效果看,两者差异不大 之前,由于政府债大量发行 市场对于后续央行降准有很高的预期 但是从央行的操作来看 连续两月向市场释放如此巨量的流动性 使得央行在短期内降准,反而没有了必要性 另外,本次公布的中标利率是2.5%,依旧维持不变 也就意味着,本月20日,大概率不会降息 受此消息刺激,人民币也再次走强 离岸在岸人民币,双双破7.1关口 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升破7.1 最高至7.096,随后有所回调 在岸人民币,也同步升破7.1 最高升至7.095 当然,人民币走强,也与近期美元指数快速下跌相关 此外,统计局也公布了11月的经济数据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整体经济表现较为平庸 首先是摄灵数据,在低基数效应下 同比涨幅继续扩大 11月,同比增长10.1% 其中,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有6.5%,回升至8%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有17.1% 回升至25.8% 11月的摄灵消费,不论是总量还是结构 同比看都非常好 主要是由于去年低基数的原因 去年疫情政策放开之后,迎来了疫情的第一波冲击 导致商品零售,以及餐饮收入都出现了大幅下降 因此今年同期的同比数据,才能如此好看 尤其是餐饮收入,在去年12月,还有一个大坑 所以今年12月的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依然还会继续向上 接下来是固定投资,增速持平上月 前11个月,同比增长2.9% 其中,制造业小幅反弹,房地产基建仍在回落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 较上月,上涨0.1% 基建投资同比增长5.8% 比上个月下降了0.1%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下滑,同比下降9.4% 考虑到最近几个月国债大增,以及逐步支出的财政存款 预计后续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不会继续下行 但房地产投资仍有下降的空间,底还没到 再是全国房地产销售的月度数据 11月份,无论是销售金额,还是销售面积,都在下跌 7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各部门在8月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但这些政策,仅仅只够9月份的微弱冲高 10月11月,随即就跌回了政策之前的水平 这可能也是金户要出台新政的原因 未来一年,北上深的楼市政策,应该会逐步松绑到现在广州的程度 广州则有望更进一步,走向全面取消限购 而对于整体经济,未来一年,降准降息,增发国债地方债,也都会继续进行